画面上背景是美丽的基隆港 透过AR科技的协助 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一大群的金沙 在天空游来游去 让游客不只能欣赏海景 还能和金沙拍到美照 开放以来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拍照体验 游客都说真的很酷 而对于这个基隆港东岸的新景点 也成功引起旅游业者的关注 因为别克花园它有推广了一个 虚拟实景的AR 就是做金沙的一些动态的一个QR Code的设计 结果一次就非常多旅客 他就来问我们说 这个在哪里 能不能告诉我 那我怎么去 什么时候有 这个就引起一个很大的回响 应该是说结合 这个虚拟实境的这种动态 其实我觉得会让基隆的海观跟山景的特色 会更有一个具体化的效果 因为大家很喜欢拍有音乐有动态啊 甚至他看到鱼突然就会觉得重新都散发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 尤其对基隆来说 大大去增加这样子的结合是非常好的 这个透过高科技AR扩增实境 结合智慧手机的新旅游模式 重新给游客来造访基隆的一个理由 因此到基隆港 除了可以看到大游轮 还有这个飞天金沙在港区漫游 迎接夏日旅游旺季 在基隆的五星级饭店也推出优惠住房 欢迎民众来到基隆 身为北台湾的后花园 其实基隆有山有水 其实只要不到40分钟的路程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美景 很天然的美景 那其实像饭店在五六月 就有做一个住房的推广 有一个优惠加码 就是住宿的旅客 只要是用饭店定饭店的专案 不是透过OTA这一些的 那我们就会赠送 海科馆主题馆的门票 那让爸爸妈妈小朋友 他们不只是到基隆来吃美食啊 比如说几咕拉蛋厂 他还可以到周边的和平岛海科馆去逛 就是可以享受更多的悠闲时光 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据了解在这个基隆港 东岸旅客中心的空中花园 假日有音乐表演 5月26号到5月28号 有一个咖啡市集 欢迎民众一起来逛市集 体验AR技术 跟飞天金沙一起来拍照打卡 留下美好的旅游回忆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